不得不说 Kamala Harris的社交媒体竞选攻势太猛了 这是我的YouTube界面 这是我的TikTok界面 Instagram 她真的是无所不在 We are not going back 突然发现拜登推选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前副总统Kamala Harris 刚在8月初正式被民主党提名为新竞选人 她在社交媒体上的速度之快 攻势之猛 让New Yorker的评论写道 这让特朗普遭遇暗杀之后 那标志性的照片 从我们的屏幕上消失的如此之快 而取而代之的是 Harris各种出圈的段子和视频 随着美国大选 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以及各种大选活动都提上了日程 那么这期视频 我们硅谷101 就从社交媒体竞选的角度 来看看2024年美国大选当中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Kamala Harris 是如何去打这场社交媒体大战的 是如何通过各种鬼畜和病毒式传播的短视频 对特朗普竞选团队 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过去几个月的社交媒体上 你会发现Kamala Harris 无处不在 她的言行简直成为了年轻人们制作 并无是传播命运短视频的绝佳素材 从他经典的椰子树视频到拥抱 由流行歌手Charlie XCX引领的Brad Summer去世 我们不禁要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美国年轻人如此热衷于制作转发与Harris相关的短视频 别急让我们逐一分析这些mean的背后故事 那早在椰子树命爆火之前 Harris就因为她的舞蹈笑声 还有她非常有特色的声线 成为了全网年轻人们创作的素材焦点 在这次大选之前 最著名的就是那句 We did it Joe 2020年 Kamela Harris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 庆祝拜登当选总统的视频 仅简单的一句 我们做到了Joe Joe获得了290万点赞 成为X平台上点赞量第17高的推文 但是当时呢 谁也没想到 就是这通电话的视频 随后在TikTok还有YouTube等等平台上 迅速被年轻人们制作成 短视频创作的背景声音模板 有意思的是 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都在用这个模板 拜登这边的支持者 或者民主党选民的年轻人们 主要是觉得好玩 Harris富有雌性又略微微醺的嗓音 加上稍微有点魔性的笑声 让他成为了最适合病毒 是传播和模仿的素材 We did it We did it Joe You're gonna b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而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支持者们 那边就更有创意了 直接把Harris塑造成了 想给拜登下毒的内心OS场景 We did it Joe You're gonna b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那无论如何 We did it Joe 是成为了Camila Harris 风靡TikTok等短视频平台的素材鼻祖 那虽然被各种恶搞 但是Harris貌似并没有特别反感这样的现象 反而是要不断重复的在社交平台上播放 被重新创作 出圈 并如是传播 让Harris的形象 声音还有特点 都成为了美国大众文化现象 比如说2022年2月 美国著名歌手Kennyn West 发布了歌曲Louis Bax 你们听听这首歌的开头 We did it We did it Joe 2023年6月 女演员Kiki Palmer 在新二良的一场活动当中 就与Harris一起上台 共同模仿了这个段子 是让Harris捧腹大笑 We did it Joe So I've got Harris的竞选团队 明显捕捉到了美国民众 对这一命的热衷 并且开始将打电话这个情景 作为Harris的个人鲜明特点 就连Harris公布他的竞选伙伴Tim Walls的方式 也是类似的通过电话的方式 之后由官方公布视频 那么除了打电话视频场景作为病毒营销素材之外 Harris的另外一些出格的言论 也是成为了掀起全网柱度的素材 那么这就要说到经典的椰子书了 也许是平日里政客们的话术都太雷同 太刻板印象了 特别是古板的拜登政府 所以有时候Kamela Harris突然给你来那么一下 这种比较out of context 也就是比较所谓脱离语境的比喻或者说法的时候 就会让你觉得 喂 她刚才说的是啥 这种略让人困惑的这种新鲜感 简直也是让她成为了社交网络命运素材的政治女王 椰子树这个梗就来自Kamela Harris在2023年5月份的一次白宫演讲 当时Harris想形容年轻人脱离现实的态度 但是她是这样表述的 我妈妈经常给我们一个困难的时间 然后她会告诉我们 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人的问题 你认为你会掉下来的椰子树吗 这一下不得了 Harris的椰子树梗是瞬间红遍了短视频平台 各种表情包被年轻人们玩到了天上去 椰子树梗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大火 并且在众多媒体的广泛报道之下 椰子树也成为了Harris的标志性icon 在拜登推选之后 众多Harris的支持者们纷纷引用椰子树的梗来深远Harris 那大家可以看到2024年7月 美国地区谷歌搜索coconut tree关键词直接成倍飙升 众多的政治人物包括夏威夷参议员Brian Sharps 直接在X上面发布了一张自己排椰子树的照片 来表示对Harris的支持 而这样的社交媒体策略目前来看 确实是管用的 这首先体现在两个重要的维度上 支持率和筹款情况 Harris的社交媒体策略 似乎是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捐款源源不断的同时 在最近的民意调查当中 他的好感度也大幅度上升 美国最大独立政治新闻网站The Hill 在8月21号的民调显示 Harris在8月初实现了反超 目前领先特朗普三个百分点 纽约时报在8月10号的民调显示 Kamela在至关重要的三个摇摆州上的民意支持率 要领先于特朗普 分别是密西根 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辛州 虽然说目前的民调数据 并不能说明大选胜负 毕竟我们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那之后还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但是现在确定的是 拜登退选之后 民主党的票仓 确实比之前更加稳固了 要知道 《华尔街日报》7月初的民调中 拜登还要落后特朗普整整6个百分点 而如今 Harris各项数据都在稳步强势上涨 而这也反映在他的筹款能力上 在宣布竞选总统之后 Harris团队在24个小时内就筹集到了8100万美元 创下了候选人24小时内筹集竞选资金的历史记录 一周之内 Harris团队筹集到2亿美元的捐款 其中6成是首次捐赠者 同时草根组织者们也为Harris筹集了数百万美元和广泛支持 在组织Wing with Black Women举行的一次线上电话会议当中 参与人数激增到了4万4千多人 参会人群在3个小时之内就筹集到了150万美元 类似的Wing with Black Men虚拟筹款活动 吸引了超过5万3千名参会人 White Women for Harris的线上活动 吸引了超过16万4千名参与者 由于人数太多 一度差点让线上会议平台Zone 难以满足更多人数的需求 那么这些数据背后 折射出 Harris团队在社交媒体营销上的成功 那从我手机上不停蹦出来的广告就能够体会到 美国大选早已经不是传统电视辩论为擂台的了 而是转向了24小时不间断的社交媒体战场 各大政治阵营不仅要争夺话语权 更是要掌握病毒式传播的技巧 那么显然特朗普团队认为Harris 目前的舆论上升态势已经构成了威胁 社交媒体上的病毒式传播和传统媒体的二次追踪报道 给Harris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曝光和热读 8月12号 Kamala Harris登上了时代杂志标题 Her Moment 它的时刻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这样的一个态势 让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首席民意调查专家 Tony Fabrizio都感叹说 Harris获得了相当于 他参与总统竞选这些年 所见过的最大的免费媒体报道捐赠 那么你可能会问了 为什么Harris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就从拜登身后走到了舞台的正中间 并且受到了选民 特别是年轻选民们的拥戴 Why Harris 为什么是Harris 答案之一是 美国年轻人们已经很厌倦了 无聊并且老太隆重的拜登 连关于拜登的各种memes和段子 甚至他之前竞选团队的TikTok策略 也都非常的老派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拜登团队虽然在TikTok上面注册了账号 但是表现始终平庸 拜登尝试过Dark Brandon 黑暗布兰登的memes策略 这个策略的意图是将拜登本人 塑造成一个很酷的特工形象 眼睛里面射出激光 意思是拜登能够击败一切胡说八道 但是这些memes虽然小流行了一段时间 但是流量都一般 而在TikTok上 最火的还是拜登的口吃 口误 步履蹒跚 和瞬间僵住的嘲笑视频 那拜登团队的处理方式非常老套 试图将这些视频塑造成虚假信息 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 拜登团队在TikTok上 大量上传匿名的 这些年轻代理人们 为拜登站台 攻击对手的视频 更多是自说自话 这样的策略也是不奏效的 而当拜登和特朗普的 第一场总统辩论直播之后 拜登的糟糕表现 让这一切的掩盖策略 前功尽弃 而有意思的是 TikTok玩法对于Harris来说 却感觉是手刀青睐 这个改变到Kamala 内容是更加热烈的 它是专注于Kamala 而且重新的能力 有一个视频 用着《Chapelle Rhone》的歌曲 《Feminine Non and Non》 它有超过40万亿视频 几乎6万亿视频 所以是完全不同 从拜登的投资讯计划 非常有趣的观点 看到的 毫无疑问 与年长又无趣的候选人 拜登相比 Harris为民主党注入了新的活力 年轻 大笑 随意 女性 这些轻松愉快的元素 与传统的严肃政治宣传 形成了鲜明对比 它不仅吸引了 年轻选民的注意 更让Harris的形象 变得更加的亲民 纽约时报分析说 在过去几个月来 民主党选民们 对于拜登将落选的担忧 不断加剧 而当拜登决定 不再寻求连任 这种被压抑的兴奋情绪 在Harris身上得到了释放 这种兴奋和新鲜的感觉 一下子是激发了民主党选民们 特别是年轻人们的创作热情 并且纽约时报有一个细节 对比特别好玩 是说 对于Gen Z Z时代的年轻人们来说 从前衡量总统候选人 魅力的标准是 你愿意和他一起去喝啤酒吗 那么现在则更加像是 你愿意花一个晚上的时间 为他剪辑一个粉丝角度的视频 将他的特质与流行音乐 有效的结合起来 产生一种令人愉悦的麻醉效果吗 Harris如今有大量这样 可以为他熬夜剪视频的 年轻支持者和粉丝们 说实话 其实非常多Harris的素材 都是最开始共和党 挑出来传播来讽刺和嘲笑Harris 想把他塑造成不聪明 没有能力 经常说出让人很困惑 发言的傻大姐形象 无论是椰子树 还是Harris的告误 还是Harris最被诟病 不断在演讲中重复的 其实在几个月或者几年前 在互联网上都还是他的黑历史和笑料 但是在TikTok这样一个非常叛逆 非常鬼畜的地方 慢慢的 Larving at 嘲笑就变成了 Larving with 与Harris一起大笑了 那么这反倒是增加了 民众们对Harris的喜爱 和他的过敏度 那我看到纽约时报的评论 这一段非常有意思 念给大家听一下 在TikTok上 粉丝们把总统候选人的演讲拆碎 重新混音 就像DJ们在摆弄恶搞音小包 而Harris略显颠三倒四的措辞 只会成为更有趣的素材 现在出现了奇怪的逆转 右翼网红们正试图给Kamala Harris 没有意义的话 诸如意义 Harris如今掌管着 一个不再需要看得懂的事件 她那些偶尔不着边际的措辞 感觉风险比较低 让人耳目一新 她的不着边际只是一种怪癖 而不是对美国民主的致命威胁 那目前为止 Kamala Harris的媒体策略都是奏效的 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 跟着她TikTok官方账号粉丝量上涨的 是她的支持率 还有筹款金额 但是任何武器用的太过极端 都有可能会带来反噬 那么流量也是一样 对于Harris来说引发反噬的导火索 有可能只是一个过火 或者另外一个无心的 不适当的玩笑 那么一个反面的教材 就是希拉里当年的Pokemon Go玩笑 我不知道谁制作了Pokemon Go 但是我正在想想 我们要去拿他们 Pokemon Go to the polls 2016年美国大选当中 AR游戏Pokemon Go 在年轻人中风靡 希拉里喊出了 Pokemon Go to polls的口号 来号召年轻人们去投票 但是这个玩笑 并没有引发正面的支持 反而在网上 是引发了一众的嘲笑 年轻人们并不买账 The Hill的采访当中就提到 人们认为希拉里 好像在谈论一些 她听说过 或者她的团队听说过 但是与她毫无关系的事情 也根本不好笑 当时希拉里正值邮件门时间 Pokemon Go to polls 这个口号一出来 直接让她的一些支持者们崩溃 认为川普正在竞选总统 而你最好的防御就是站在台上 恳求我们Pokemon Go去投票吗 果然川普团队很快推出了 一个讽刺希拉里的视频 有一个玩家向希拉里 投掷了一个精灵球 随后将其收服抓住 并且调出了她的Pokedex页面 上面写着 狡猾的希拉里 职业政客 删除了三万封电子邮件 经常被发现对美国人民撒谎 操纵系统 并且分享绝密电子邮件 下次进化 失业 这个视频的观看次数 是超过了1300万次 简直就是神反应 特朗普对希拉里 这个送上门来的素材 不要太满意 显而易见 特朗普团队 对于这样的漏洞 非常的敏感 并且能够一击致命 因此对于Harris来说 当他给民众们 带来的新鲜感过去的时候 这些互联网meme 会继续地给他加分吗 目前Harris最初圈的meme之一 是TikTok用户们 将英国流量歌手 Charlie XCX专辑Brat 反映过来是小屁孩 中的歌曲 与Harris职业生涯中的一些片段 融合在一起的短视频片段 配合着小屁孩主题曲 Harris的各种素材 与专辑的标志性绿色结合 我刚才又杀了好几遍 还真的挺魔性的 那么这毫无疑问 是为Harris赢得了很多 Charlie XCX粉丝的拥护 Harris团队进一步利用Brat专辑 在年轻人当中的流行度 一度把推特页面 都改成了绿色背景的 Kamala HQ 字体和醒目的绿色色调 与Brat专辑一致 而Charlie XCX更是发推认领说 Kamala Harris就是一个Brat 这下又是引发了一波 TikTok上面的疯狂流量 Ocony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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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how this person that is not even in this country has like made these the youth vote like rise in her favor because it's not even about the policies she creates but mostly about the aesthetic and the trend of being in on like what your favorite artist the time is 目前已经有不少 Harris的支持者 在TikTok上面警告 他不要继续玩Brat的梗了 这个超过了110万观看 200万个赞的视频上写道 提到Kamala团队当中 某个人有足够的理智 确保他永远不会跳苹果舞 这也是Brat专辑中的另外一首 目前这些表情包很有趣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 我担心我们会看到 希拉里Pokemon GO级别的尴尬 根据The Hill的信息 Harris竞选团队的 Digital数字部门 由来自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和竞选团队的 175名工作人员组成 而负责社交媒体策略的 这个动员团队 都属于Z世代 所以他们能否把握好这个度 能继续维持热度的同时 就不会翻车 还是不太容易的 目前距离总统大选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很多事情还将会发生 对于特朗普来说 应对Harris强势崛起的支持度 将是一个挑战 显然特朗普之前的竞选策略 都是针对拜登的 而目前特朗普对于Harris的进攻 无论是质疑他的肤色种族 还是质疑他的能力 这些策略都没有奏效 发布的攻击Harris政策的竞选广告 也不痛不痒 目前媒体针对Harris的报道 依然大多数是正面的 但是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任何事件在互联网上面的记忆都是短暂的 就像我写稿的时候 看多了Kamala Harris的这些魔性病毒式的视频之后呢 我已经几乎要忘掉 特朗普不久之前被枪击之后 那些让人震撼的姿势和照片了 而随着美国大选战火转移到互联网上 年轻人们的声音变得愈发重要 在TikTok上47.4%的美国TikTok用户年纪在30岁以下 然而熬夜制作这些魔性视频的年轻用户们 一定会投票给Harris吗 他们的热情又能保持多久呢 在未来的三个月当中 这些都是巨大的未知数 而接下来从TikTok到X 也就是Twitter 从Instagram到特朗普自己的Truth Social 每一个平台都会成为Harris和特朗普 这两位总统合选人争夺选民支持的战场 毫无疑问啊 这场社交媒体营销大战 不仅影响着选举结果 更是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生态 这些是很惊讶 那些政策已经完全正确认了 当它真的不是关注政策 我们似乎在见证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那就是在这个时代 政治家的社交媒体表现 可能比他们的政策更加的重要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你们的留言 点赞和转发 是支持我们硅谷101 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 Bye Coconut tree Coconut tree Coconut tree